我们来继续看第三个特定交易 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定交易呢 这个内容主要是要认定一下 在这个收入业务中 我们这个企业是一个什么身份 你是一个主要责任人身份呢 你还是一个代理人身份 这身份决定了会计处理 那么身份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我们来一起看 如果企业再向客户转让商品前 能够控制该商品的 则企业就是主要责任人 很简单 你是不是主要责任人 问一件事 就是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 你能不能控制这个商品 很简单 这个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原理 就是这句话 很多事实和情况 那是一个现象 但是现象不能影响这个本质 这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 那么控制是什么呢 控制就有很多现象了 比如说有定价权 承担这个存货的风险 卖出去之后 将来人要找货帐找回来 谁来承担 你来承担 等等等等 那些都是现象 而控制最最本质的是什么 快点告诉我 我们在会计里是统一的 控制最最本质的特征是 一 主导商品的使用 二 获取几乎其全部经济利益 这两条同事具备 你才能叫控制 否则 你就谈不上控制 那么如果通过鉴定 你是主要责任人了 那么你这主要责任人 怎么做处理呢 你就应该按照 以收获应收 对价总额 确认为收入 总之你收入的确认 跟是不是收到钱 关系不大 跟你是不是履行义务有关 如果你履行了义务 并且你能够在转让商品之前 控制这个商品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作为主要责任人来确认收入 主要责任人确认收入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你就总额或叫全额确认收入 那么如果你不是这个主要责任人 是代理人的话 你的身份是代理人身份 那就能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 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 实质上这个佣金和手续费是什么呢 是以收获应收对价总额扣除 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进额 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 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这里呢 非常简单 如果通过认定 你是主要责任的话 你的收入是总额确认 如果通过认定 你是代理人的话 你的收入是进额确认 这个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身份的认定的观念 就是你转让商品之前 是不是对商品控制 而控制本身是两个要件 从这个视角掌握它 就很容易理解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通常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 当然这商品是你的商品 你能够控制它 通常不太难判断 但是有时候会难一些 为什么呢 当存在第三方参与企业向客户提供商品时 有第三方介入 企业向客户转让特定商品之前 能够控制该商品 从而应当作为主要责任的情形 通常包括这么以下几个方面 有第三方介入时 你还能作为主要责任人 那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 再转让给客户 听清楚 是说企业从第三方取得商品的所有权吗 人说好像是控制权就是所有权吧 你有所有权还没控制吗 未必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这里控制是指主导使用并获取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这才叫控制 这个控制啊 是我们会计所特有的概念 所以说这里可没说从第三方取得所有权 一般来讲所有权都拿在手中了 你当然能控制 但是也不完全就是这样 这事大家可要记住 这里的控制就是控制 他不一定啊 所有权不一定就等同于控制 第二 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但这活谁干呢 找个第三方来干 第三方来干呢 是第三方代表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的 实际上还是企业在提供 只不过呢 是找第三方来 这时候企业当然能主导 第三种情形是 企业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 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合同约定的某组合产出再转让给客户 这里面 先取得商品控制权 然后再进行组合产出之后再转让 此时表明你能控制 事实上上述所说的这几种情形 也都是代表企业在转让给客户商品之前 能够对商品实施的是控制权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多项选择题 下来说法正确的有 A选项 旅行社从A航空公司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打折机票 买的多就打折 并对外销售 假旅行社向旅客销售机票时可自行决定机票的价格 这是表明控制的一种迹象 那么未售出的机票不能退还给A航空公司了 那么这就说明你能够控制他 当然有的时候你能够决定价格 也不一定就说明你就能控制 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你是一个中间商 或者说是中介人 人家给你一部分利润 你在你的利润范围之内打折 也算决定价格 但你不能说你是主要责任人 这个卖不出去的机票 不能退给人家A公司 那怎么办呢 卖不出去赶紧抓紧时间 自己主人坐飞机出去赚去 要不然这个票就作废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说明你是主导使用 并获取全部经济利益的 因此假旅行社将这个机票销售给客户之前 能够控制机票 假旅行社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这是对的 其实这事非常简单 就是说假旅行社从A公司买来机票之后 接下来卖多少钱 卖给谁 自己说的算 卖不出去 也得自己留下 正因如此 你才是控制了这个机票 所谓的控制就是 主导使用并获取全部经济利益 这说明你控制 你是主要责任人 好 我们来看 必选项 假公司经营购物网站 在该网站上购物的消费者 可以明确获知 在该网站上销售的商品 均为其他零售商直接销售的商品 这些零售商负责发货以及售后服务等 零售商的手中 假公司仅负责协助零售商和消费者结算货款 并按照每笔交易的实际销售额收取5%的佣金 这些特定商品在转移给消费者之前 假公司从未有能力主导这些商品的使用 假公司是代理人 证据你就是代理人 因为在转让给客户之前 这些商品的控制权并不在假公司手中 而控制理解就是主导使用并获取前部经济利益 这两条同时具备才能叫控制 而你不具有控制权 你就不是主要责任人 好 这里假公司是代理人 说法是正确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假公司向客户销售某餐厅的代金券 购买了该代金券的客户 可以使用该代金券在指定的餐厅用餐 买了这个就能去吃饭 该代金券一旦售出不能退还 客户无需提前来买代金券 只需要在消费时购买即可 根据假公司和该餐厅的协议约定 代金券在销售给客户之前 假公司不必要也没必要承诺 预先进行购买该代金券 代金券的销售价格由假公司和该餐厅 共同制定 假公司在代金券出售时 有权收取代金券的价格的10%作为佣金 那么假公司在该交易中的身份 是主要责任人吗 不对 假公司其实说白了就是和餐厅一起 卖代金券 就是在卖给客户之前 他也本身并不控制这些商品 他不具有控制权 他只是从中收取10%的佣金 所以他的身份不是主要责任 他应该是个代理人 或者叫帮忙的 帮忙的 那就带领人的身份 好 我们再看 递选项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后 为其写字楼提供保洁服务 并商店的服务范围及价格 双方签订合同后 假公司委托服务提供商 丙公司代表假公司为乙公司提供保洁服务 本来是假给乙做保洁 假找来丙替假为乙做保洁 签了合同 假柄商定了服务价格 双方签订合同条款 大致和假御已签订的条款一致 当丙公司按照与假公司合同约定 提供了服务时 无论乙公司是否向假公司付款 假公司都必须向丙公司付款 假公司在丙公司向乙公司提供保洁服务之前 控制了该服务 假公司在该交易中的身份 是主要责任 没错 虽说这个活是丙替假去做的 但是丙怎么去做 收费等等这些事情呢 是由假来说的算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假是幕后的主导者 他能控制 这个商品 所以说呢 假才是真正的主要责任人 这说法是正确的 因此呢 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A B 和D 三个选项 好 我们来继续看 企业在判断期向客户转让特定商品之前 是否已经拥有了商品的控制权 不仅仅局限于是合同的法律形式 而应当综合考虑有关的事实和情况 但是事实和情况仅仅是现象 一定要透过现象抓本质 什么本质呢 就是你作为企业转让商品之前 是不是对商品能控制 这俩字是思维之前的 能不能控制 好 我们看一些事实和情况 说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 承担了商品存货风险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 交易商品的价格 还有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这些事实和情况都是跟控制有关的现象 但是它们不代表控制本身 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 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道例题 我们来看例题10 假公司是一家经营高端品牌的百货公司 采用与品牌服装供应商合作的经营模式 百货公司跟服装供应商来合作经营 怎么个合作法呢 说某高端品牌供应商 以公司在假公司指定的区域内设立专柜 我专卖店 提供约定好的品牌 因为人家是高端品牌 你随便进来个品牌不行 你达到一定的档次的品牌才能进来 并委托营业业销售商品 假定本案例不含足利 不是把柜台租给他 不是把门店租给他 乙公司负责专柜内的商品 保管出售 调配下架 承担丢失和回损风险 拥有未受商品的所有权 这乙公司对这个商品 绝对是主导并获取全部进行利益 那么乙公司负责实际定价销售 假公司负责对百货公司内销售的商品 统一收款开具发票 假公司将收到客户款项扣除 百分之十后再交给乙公司 其实假公司就是提供一个 你的经营场所和平台 这跟网络平台道理差不多 只不过这是一个现场的实体店平台 而不是那个网络平台 但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假公司呢 他只是个代理人 他不是主要责任人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假公司通过各种促销活动 以提高百货公司的总体业绩 这是应该的 促销活动分为假公司主导的促销活动 和乙公司自行打折的活动 假公司主导相关活动费用 有些是假公司自力承担 有些是假公司乙公司共同承担 乙公司自行开展的打折活动 需要获得假公司同意 假公司会要求打折的幅度和范围 符合假公司定位 例如你是高端品牌 你就得有高端的范儿 你不能一打折打成两折 那不行 那个就使高端品牌不具有可信度了 例如打折幅度不能过大 保证不打折的新品的比例 不能过低等等 这些呢 只是双方的一个合作过程 但是这些现象 不能影响我们对本质的盘断 我们就要看一下 商品在转给客户之前 到底是谁来主导的 说来说去还是已在主导 我们来看 如果办理退货的话 假可以自行决定为客户办理退货 赔偿的事项 之后可向已来追查 就是假退货在找已追偿 其实那不还是已在退货吗 最终责任是已承担的 假定客户饼购买了商品 向假支付了1000元 假扣下一百元 剩下900元就给了已 假定不可理下其他因素 那么在这里面 假是代理人 而不是主要责任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本例中在客户付款购买商品之前 还是强调这个点 已公司能够主导商品的使用 为什么说他能够主导使用呢 出售调配呀或下架呀 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进入利益 因此已用了对商品的控制权 已才是主要责任人 在客户并取得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1000元 这1000元是谁确认的 是已那确认1000元 假公司在商品转移给客户之前 不能自行或者要求已公司 把这些商品用于其他用途 这就说明你不能主导 也不能禁止已公司 把商品用于其他用途 说来说去假说的不算 因此假公司没有获得对商品的控制权 只是负责协助已公司进行销售而已 那么是代理人 所以客户并取得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100元 它是按照净额确认 只按你提成或手续费的100元 来确认收入 这里边的主要责任人是已 在把商品卖给饼的时候 按照1000元确认收入 这里边的假只是代理人 再把商品卖给饼的时候 按照这个手续费 10%的手续费的100元 确认收入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历时一 假公司是一家知名服装品牌 生产零售商 拥有数百家直营连锁店 考试时别受它的故事干扰 它爱有多少家 有多少家 你就盯准了 这假在转上商品之前 是不是有控制权 别再看 小型服装生产商 乙公司向假公司供应服装 乙公司将按照 假公司选定的 供货清单的要求 将商品发送到 假公司指定的直营门店 商品收到后 假组织验货 假验货 按照供货清单核对商品 看看给供货对不对 确保没有短缺和异余 货不对板等情形 我要大号别来小号 这就这意思 假公司将从乙公司采购的服装 以自产的服装 一起管理并负责实施营销 其商标为假的商标 对外宣传者叫联名款 这个小服装厂送来的服装 也贴上同样的牌子 但是实事求是的告诉消费者 我们叫联名款 所以价格卖的没那么高 但是和自产服装一起统一管理 统一销售 这一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这叫什么 主导了他的使用 获取全国经济利益 所以他取得了控制权 谁取得 假取得 所以大家必须通过这些繁杂的现象 去看其真正的本质 是不是控制 这是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一起看 假意双方协商确定 调牌价 这价格是来确定 双方定的 假公司的调牌价7折以上可 自行对外销售并制定相应的诉销策略 7折以下需要得到乙的许可 假意双方根据销售收入每月五五分成 如果商品自上架陈列30日仍未售出 假公司有权将未售出商品全部退还给乙公司 但在假公司决定将商品退还之前 乙公司不得取回调换或者移送商品 说来说去那不还是假说的算吗 假没退回之前假说的算 假不想说的算了就可以退回去 你说假到底说的算还是不算 当然说的算呀 如果需办理退货的话 假可以自行决定为客户办理退货 赔偿等事项 之后向已公司追偿 假定不可理其他因素 说来说去 在这里假是起到主导的作用 他拥有了控制权 好我们看 本利用企业应当根据其的向客户转让商品前 是否拥有对商品的控制权 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 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这个身份很重要 在客户付款购买商品之前 假主导使用 例如出售调配或者下架 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因此拥有了控制权 他是主要责任人 说到这里 大家也会觉得我们考试是像这类题目 貌似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告诉刘老师 我们怎么做它就简单 我们要透过现象抓本质 所有上述所说事实 都是一些具体的现象或者事实和情况 我们要透过这些事实现象和情况 去看看企业在把商品转移给客户之前 是否拥有对商品的控制权 而控制权就是两件事 是不是主导使用 并获取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若是便控制 若控制就是主要责任人 没有其他 好 我们继续 委托方与无关联第三方 一个是委托方 一个加工方 通过签订销售合同的形式 将原材料销售给了加工方 并委托其进行加工 比如说委托方是甲 这个加工方是乙 甲把材料呢 愣销售合同吧 是愣卖给了乙 让乙去加工 同时又予以签订了商品采购合同 将加工货的商品买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甲和乙他们是什么身份呢 甲的材料 卖给乙 这有材料销售合同 这个乙用材料生产完产品之后 甲必须要把商品买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呀 公司应当根据合同条款和业务实质 来判断加工方 也就是对方 是否已经取得了代加工原材料的控制权 那么也就是说 加工方是否有权主导该原材料的使用 并获得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例如原材料的性质 是否为委托方的产品所特有 加工方是否有权按照自身的意愿 使用或者处置该原材料 如果是 你就主导了 是否承担了除因保管不善之外的原因 导致的该原材料回忆灭视的风险 是否承担该原材料 差一个病毒的风险 是否能够取得该原材料所有权有关的报酬等 你说是否要跟不上 不用管它 这些都是现象 我们只问一句 是不是控制了 如果加工方未取得代加工原材料的控制权 就这么一句话 上面这些都是现象 来判断一下 该原材料仍然属于委托方的存货的话 委托方不应确认销售原材料的收入 说白了 说是签的销售合同 但是材料为你所控制 对方并没有取得控制权的话 你就不能确认销售材料的收入 而应将整个业务作为购买委托方 加工服务进行处理 其实就是把材料给对方 让对方给你加工 你是买的加工服务 那么相应的加工方实质上是为委托方提供的 受托加工服务 应当按照金额确认受托加工服务的服务费收入 这件事我们必须要问一个究竟 就说名义上签合同卖给对方的那个原材料 是不是控制权为对方所拥有 如果对方有控制权 人家是主要责任人 他要有控制权 说明你履行了义务 你这边可以确认收入 销售材料收入 他要是没有控制权的话 你这边是不能确认销售材料的收入的 你只能确认 你只能按照购买 人家是提供加工服务处理 对方确认的是加工服务费的收入 要把这些事掰扯的轻轻除除 好 我们来继续看出上述业务外 还有像代为执行采购或销售的供应链企业 替人家采购替人销售的供应链企业 代理外贸进出口或跨境企业 大宗商品配送或医药配送企业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 以及电商平台为依托开展电商业务的企业 等等这些企业 到底是什么身份 这么多企业到底是什么身份 应参照上述原则分析 结合业务模式和合同约定 判断在将商品销售给客户之前 是否取得控制权 并确定是以总额还是进额权收入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就是一句话 问是不是取得控制权